哈嘍大家好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愛故事頻道 我將古文歷史轉換成白話故事 希望能讓大家更容易去了解前任的經驗以及智慧 那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吧 上次我們說到韓信率軍人下 不過他面臨到了大軍動向的問題 這到底是應該要先去桂林去協助劉邦 還是要去其他地方呢 韓信考慮到 要是楚國首都彭城這時候被拿下 這將會規儲君在信心上造成致命的一擊 所以在經過仔細的規劃之後 韓信最後決定 既然想要一次性的解決掉項羽這頭怪物 那我就必須要有方法在與項羽正面交鋒之前 便釋法將這儲君以及項羽本人 脫入到萬劫不復的境地 想好就去做 於是韓信帶著數十萬七國大軍 開始動身南下 目標 並不是劉邦所在的固領 而是項羽的國都 彭城 韓信除了派遣漢群中號稱 戰極力的冠英火速前往攻打彭城 以及彭城的周邊之外 另外 他也派遣死者前去通知劉邦他的戰略規劃 劉邦嚴信在收到韓信以及彭月 就已經動身前來寫出他的消息 還蠻開心的 不過當他看到韓信的死者 所送來的信件之後 他就開心不起來了 這是怎麼回事 韓信到底寫了什麼不該寫的東西 因為韓信給劉邦出了一個大難題 那就是他要故領的劉邦進行分兵 要命喔 現在漢軍能不能撐到你韓信跟彭月來 都還不知道 這時你韓信來建議我劉邦分兵 你是要我老命嗎 不過由於韓信用兵的方法 向來讓人摸不著頭緒 所以他所提出的 的確有可能是一個正確的建議 於是劉邦趕緊找來張陽成名的人 詢問他們說 你們覺得我應該要依照韓信的規劃進行嗎 見到韓信的規劃之後 張陽告訴劉邦說 大王 韓信的規劃有其道理 我也建議可以依據他的規劃 來進行處理 聽到這劉邦臉色一層 不會吧吃翻 你知道 要是這樣做 我們會有很大的風險 張良接著搖搖頭說道 不會有的大王 正如韓信所規劃 目前的储君已經是強弩之末 如果大王您真想要必須攻一役 那我們就必須要預先做好準備 以免讓向羽將來有重新再起來機會 所以韓信的規劃雖然大膽 但卻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聽到這 劉邦在思考了好一會之後決定 那好啦 就聽你了 我就再相信韓信一次 照他意思去做 那 韓信的具體規劃究竟是什麼呢 韓信的具體規劃就是 他建議劉邦派遣一支部隊 南下前往這寿村 預計會和淮南王櫻部 以截斷向羽往南方側逃到後路 雖然從客觀的角度上來看 韓信的說法不無道理 但這對於已經處於守勢 卻又苦等不到援軍劉邦來說 這決定將無意的又是一場好賭 他要賭的是 他必須能撐到彭越或者韓信的援軍 在向羽攻破他固靈的漢軍之前 一定能趕得過來 換句話說就是 他必須在漢軍危機解除之前 堅守住目前孤陵的陣地 那劉邦他會成功嗎 公元前202年10月 隨著韓信所率領的數十萬大軍動身南下 並在他所派遣的先頭部隊 也就是冠英 對彭城吹起了戰鬥的號角聲中 這一場五陸大軍何為向羽的該下之戰 在此正式展開啊 按照韓信的規劃 向羽若是交戰勢力 他第一個最有可能去的地方 應該就是返回他的國都彭城 所以他命冠英 以迅雷不及嬰兒速度南下 以最快速度拿下楚國境內多做城池 並且多取彭城 在冠英攻陷彭城之後 韓信立刻命冠英 經北路前往與劉邦會師 以確保劉邦安全 不過 在說冠英與劉邦會師之前 我們要先將故事的焦點 移往這南路的漢軍 前面說過 劉邦在韓信東升前來會戰的同時 他同意依據韓信的規劃 將故領的漢軍一分為二 於是 他派出劉邦領兵 往南前往壽村 由於知道時間緊迫 所以劉邦除了快速奔襲 並且拿下壽村之外 接著 他派人去側版項羽在南方鎮守的大司馬 周英 周英 我們之前在楚漢第十三集中有講到 他是在成平離間之中 所要離間項羽身邊 有著重要價值的四個人當中的其中一位 由於他的功勞多 而且未獲得相對應的賞識 加上項羽之前對他產生猜疑 以及見到范貞吉隆區的下場 周英 早就有了被處投汗的想法 只不過 由於漢軍一直沒有人來向他招手 他總不好主動自己往上靠 這樣太掉架了 所以 他只能一直在這南方等待時機 剛好遇到這次 劉邦主動派人前來向他揮手 於是他二話不說 立刻帶槍投靠漢軍 而且為了表示他對漢王忠心 投降之後他 還主動率領蘇帝的士兵屠殺六帝軍民 隨後 他連同劉甲 一同前往與櫻部的九江兵會合 接著 劉甲 周英以及櫻部的部隊 依照原先韓信的規劃 揮施北上攻擊褚軍 以斷絕褚軍 往南撤逃的路線 而就在南陸漢軍進軍的同時 另一頭 北陸的漢軍 也在我們之前所說到冠英的率領下 前來與這劉邦會施 接著漢軍 就在劉邦與韓信所前來支援的部隊聯手下 由丁毅、靖強、昌寧等的率軍與孤陵大破中立妹的褚軍 並且截斷的褚軍往北竄逃的路線 眼見漢軍聲勢浩大 項羽只能無奈的決定 先率領褚軍退守城下 然而 守風震盛的劉邦可沒打算要給項羽喘息的機會 他繼續率領著冠英、凡快、夏侯英、靖系、古逢等的 再次與城下與項羽的褚軍展開激戰 此戰 楚漢兩軍可以說是精銳進出 因為大家都非常清楚 此戰至關重要 然而 由於缺量 跌連戰敗 加上褚軍之中 傳來的蓬城失見 以及多處城池丟失 還有就是南方周英叛變的消息 這讓褚軍的士氣 可以說幾乎是已經完全喪失 所以 縱使褚軍 在項羽、紀部、仲立妹等英勇將領的帶領下 城下一戰 褚軍依舊是難抵漢軍 結果損失慘重 此戰 除了有多名褚軍將領陣亡 另外 這將軍立即也在城下戰敗時 因為撤退不及而投降漢軍 致使褚軍陷入了極端不利的烈士之中 那項羽 應該要後撤嗎? 當然 然而 由於南北兩路的撤退路線 已經遭到漢軍截斷 所以 這時候的褚軍已無路可選 只能選擇朝該下撤軍 不過 就在褚軍撤退這一路上 漢軍可沒打算讓你褚軍休息 漢軍不斷對褚軍發動共識 除了原先北路的漢軍將領 在冠英、凡快、夏鷹、靜系等多人的率領下 不斷地對後撤的褚軍展開追擊外 另一口 南路的櫻部、劉甲以及周英等人 也前往北方進攻臣腹 這一連串的連番攻擊 幾乎是不給褚軍任何休息的機會 是 其實這就是韓信所要的 他除了要你褚軍喪失信心 更要你項羽以及褚軍 在來到這最後的決戰場 該下之前 陷入疲憊不堪的狀態 不過要附帶一提的是 依據民間傳說 韓信當時為了徹底擊潰褚軍的士氣 甚至創造出了上天的預言 這怎麼說呢 就是 他預先叫人以糖水在地上寫下的 西楚霸王歸天 等附近的螞蟻前來吃這糖水的時候 這時 地上就會有螞蟻排列出西楚霸王歸天的字樣 而這些不明就里的褚軍 在來到此處看到地上這些老天爺的提示之後 自然就會相信 項羽一定不會是這場戰爭中的最後贏家 那他們怎麼可能還要為他拼命呢 所以漢軍就可以再進一步的瓦解這褚軍的戰力 不過 以上這段傳說並沒有出現在正史之中 來到該下之後的項羽 好不容易終於可以稍作喘息 不過這時候他就發現 劉邦、韓信、彭越、櫻部 以及劉甲等60萬漢軍 已經完成會司 在此等候他大駕了 那項羽 該如何面對這個局面呢 這一再後撤他 其實非常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 不論我褚軍撤到哪 這次 劉濟的漢軍是不會散罷甘休的 加上褚軍糧食不足 若這一仗一再拖延 對我褚軍來說也絕非有利 既然兩軍終須一戰 那我實在也沒有什麼必要一撤再撤了 於是他下一個決定 那就是 好 乾脆 我們就在該下這個地方 來了結我與劉濟兩人所有的恩恩怨怨吧 就這樣 項羽告訴楚歌將士說 列政 我們就在此 與漢軍一決生死吧 面對項羽的挑戰 那漢軍這頭會如何處理呢 漢軍這頭 雖然是以劉邦為主帥 但 既取了前次彭城之戰的教訓 劉邦這次 則是主動將軍隊的調動權交給著韓信 韓信雖然用兵如神 但 他也絕對不敢欺負項羽做頭怪物的瘋狂程度 這就是為什麼 他會在雙幫決戰於該下之前 讓漢軍進行了那麼多大戰前的準備作業 但 不管準備多少或者準備多久 最終 韓信還是必須親自上陣與這項羽一戰 所以 他在領命之後 以自己擔任中軍 並以恐懼為左將軍 陳赫為右將軍 讓劉邦在後 周伯陳武與劉邦後方預備 將漢軍分為五個部分之後 這次對前方項羽的楚軍發動攻擊 致使 楚漢兩軍與該下 終於展開了正面交鋒 此戰 由韓信親自率領漢軍中軍 率先對楚軍發動攻擊 而項羽在見到韓信前來之後 他也立刻上前一戰 一如韓信事前所料 項羽一定會是用他拼了命的打法與漢軍一戰 面對他這種逆天等級的武力 韓信可沒打算跟你項羽硬碰硬 所以 他在雙方服役交鋒 漢軍公司稍受挫折之後 立刻下令中軍後側 改由左右兩軍輪流攻擊 接下來 漢軍的左中右三軍 就像是在跳舞一樣 忽情忽厚的 讓你項羽抓不著頭緒 其實這招就是韓信拿來對付你項羽的必殺技 是 你項羽的確是很強沒有錯 但 只要你一來 我就退 並且同時派人從另一側攻擊你 讓你到處救火 卻始終無法與我正面一戰 這樣 縱使你項羽再強悍 但無法交戰的你 你能拿我軍怎麼樣 只要我如此反覆幾次 哪怕你項羽再勇猛再強 你 終究會有體力耗盡的一刻 嗯 不過 這種做法 會不會變成超級消耗戰啊 會 當然會 因為簡單來說 這種做法 就是以消耗雙方大量士兵生命的方式 以拖垮相宇天生神力的優勢 由於戰前 漢軍共進60萬 而储軍則是10萬 所以換句話說 即使是進入消耗戰 漢軍最終還是可以以多勝寡 另外 最重要的還不只是人數上消耗 而是體力上消耗 我漢軍是輪番上陣 原本就可以調節體力 但你储軍 可是從顧陵到城下 在一路到該下 幾乎都沒有休息 就算你向羽是鐵打的 然而 你储軍的士兵並不是 所以韓信相信 光用拖 我漢軍就一定可以拖垮你储軍 就這樣 這如同角肉機一般的該下戰場 一拘一拘的收下了這楚漢兩軍 無辜降式的屍體 從白天直接到了黑夜 入夜之後 由於視線不佳 於是 漢軍暫停對储軍的攻擊 嗯 可是不對啊 若真要打 還是可以舉起火把夜戰啊 是 因為這場休息 也在韓信的規劃之中 這連著幾天 幾乎天天作戰的储軍降式 其實早就已經疲憊不堪 所以 大家都想趁著這短暫的片刻 抓緊時間好好休息 尤其是向羽他本人 由於白天他左衝右途 體力敲耗巨大 所以 在確認韓軍 並未發動夜戰之後 他當場倒頭就碎 然而 這就是韓信所想要的 在連著幾天神經緊繃 加上體力透支之後 這突如而來的放鬆 通常會改變人的思考模式 什麼模式 就是 欸 不想要這麼累了 想要休息了 沒錯 向羽萬萬沒想到 等他一覺醒來 竟將是這場多年以來戰爭的終點 這 怎麼說呢 因為 當他再度睜開雙眼時 他聽到了 該下四周的漢軍聲音 全部都在唱著楚國的歌謠 這讓他大吃一聽的詩聲叫道 這 這怎麼可能 難道劉濟已經將楚國全部拿下了嗎 要不然 這漢軍之中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楚國人呢 嗯 當然不是楚國人 這是韓信早先安排 要求漢軍所有的士兵們 都必須學習楚國歌謠 無謂的 就是要在這一刻 瓦解你楚軍的士氣 那 會有用嗎 有用 當然有用 隨著四面穿過來的楚國歌聲 楚軍的士氣 直接被拉進了地獄 而這些正在放鬆輕輕的士兵們 除了開始想念起自己的家鄉 想念起自己很久沒有回家之外 更多的是 激起了他們面臨目前戰爭無奈以及沮喪 在這種悲情又沮喪的氣氛下 你是要他楚軍如何繼續作戰 而韓信這做法 這是成語典故四面楚歌的由來 比喻四面受敵孤立無遠 眼看楚軍將士們的意志已經完全崩盤 這時向羽已經知道大勢已去 於是 他走下軍帳之中 去見他這一生最愛的女人 于姬 並且與于姬一起喝起酒來 接著他口中念念有詞的唱到 下面這首著名的詩句 蓋下歌 內容是 立拔山西氣蓋世 史不立西追不識 追不識西可奈何 於西於西奈若何 意思就是 我雖然能立拔山河氣吞天下 然而眼下卻時運不濟 連我的馬都裹足不前 馬不走 我能怎麼辦 而于姬啊 我該拿你怎麼辦 暢晚 向羽與于姬兩人淚流滿面 而他倆的時間 也似乎就暂停在了這一刻 雖然兩人都希望 時間能永遠停在此 但 現實 終究會來的 於是 向羽笑著跟于姬說 走吧 我帶你殺出去 不論結果如何 我們都會在一起的 接著 于姬點了點頭 他趁著向羽站起來 沒注意的時候 上前抽出了向羽的配件 然後跟向羽說 帶著我你是走不了的 你得好好活著 說完 說了一聲 他當場自聞而亡 眼見自己心暗的人 在自己面前倒下 向羽當場痛哭失聲的叫道 劉姬 當初在鴻門之時 我就應該聽雅夫的話殺了你 是 這我們說是沒錯 但千金難買早知道 現在說這些 恐怕已經沒什麼意義了 這一旁的季布與總理 妹上前跟向羽說道 大王皆哀啊 這夫人最後一怨 就是希望您可以好好活著 您要是死在這 那夫人就算是白白犧牲啊 算 他們先是命人將余姬安葬之後 接著與向羽一同來到這儲君陣營前 準備展開突圍 眼見這太陽即將升起 新的一天即將到來 季布及總理妹告訴向羽說 大王 等一下就由我們倆領軍突圍 朝向漢軍發動攻擊 若順利 我們會窮往東城 至於你可以趁難 選擇漢軍手臂不落之處 進行突圍 若有緣 我們將會再見了 算 兩人整裝上馬 而儲君們 則是在他們倆的一身令下 開始朝向漢軍衝了出去 以吸引漢軍協助向羽展開突圍 配合著季布以及總理妹所造成的混亂 向羽這頭 他則是率領他親近的800名士兵 選擇漢軍南邊守備薄弱之處 也開始進行突圍 在經過一陣廝殺之後 最後他僅與大約100多名的騎兵 成功地跨越海水 衝出這漢軍包圍網 至於季布以及總理妹這兩人 他們則是在突圍的過程中 失去了蹤 之後 衝出漢軍包圍網的向羽 率領著一行人 一路前行來到英寧這個地方 由於他並不熟悉這附近的道路 於是他向當地的農夫詢問方向 不過 都說多行不亦必自弊 你向羽萬萬沒想到 因為他過去 常常隨便一路之下就進行突圈 而剛好這個農夫 因為他之前的惡行而與他有仇 所以 他故意給向羽折一條錯誤的路 結果害得向羽一行人 最後被困於水澤之中 而另外一邊 韓信在清晨 收到向羽成功突圍的消息之後 他是立刻命冠英率領五千騎兵 去追襲這向羽 同時 劉邦也放話出去 誰 要是可以殺向羽 瘋猴 哇塞 這麼大方 就這樣 和漢軍 全部像是得了私信奉一樣 瘋狂對向羽展開追擊 這被困在水澤的向羽一行人 最後還是被這個漢軍所發現了 由於被漢軍所追上 所以不得已的向羽 只好轉向東城 企圖與原先突圍的储軍在那邊會合 在經過又一番的廝殺之後 只有這一百多名的騎兵 能與向羽一同來到東城的 只剩下二十八名士兵 眼看著漢軍 算領著數千名的騎兵前來 然而東城這邊 卻沒有看到其他的祖軍 所以向羽很清楚 這次他應該是走不了了 於是 他跟剩下這二十八人說 自我起兵至今已經有八年了 期間大大小小攻擊七十多場戰爭 我從未有過敗擊 然而今天 是天要亡我非戰之罪啊 這樣吧 等一下你們二十八人分作四隊 朝四個方向分開 我呢 與你們約在三個地方 我會幫你們殺了漢軍的將領 讓你們見識到我的厲害 說完 大家開始分頭心動 這漢軍將領楊喜 率先追擊向羽來到東城 眼見這潑天的富貴就在眼前 楊喜二話不說 立刻拍馬上前 然而 當他一靠近向羽 被向羽睜大眼睛一瞪 並且用力一吼時 他呢 卻下了當場不敢靠近 就這樣 向羽又斬殺著漢軍上百人 雖然向羽繽紛三處 但由於人數實在太少 最後他還是遭到漢軍所包圍 他在完成與剛剛這二十八人約定 斬殺了一些漢軍將領之後 接著 他率領這二十八人中 僅剩下的二十六人前往烏江 來到烏江之後 這烏江的艇長告訴向羽說 大王 這裡只有我有船 就算漢軍就要這 他們也無法渡江 您趕去隨我過去 雖然江東不大 但也有數十萬人 足夠讓您在那稱王的 您快上船吧 聽到這 向羽仰天長笑 哈哈 真是天王我也 我又何必渡河呢 當初江東八千子弟 與我一同過江去建立工業 但今天 我卻連一位都沒有辦法帶回來 就算江東富老都不怪我 我向羽要如何面對他們呢 說完 他跟烏江庭長說 我這匹馬叫做烏椎 他與我一同南北征戰五年了 我不忍心殺了他 就把他送給你吧 你替我好好照顧他吧 接著 向羽與剩下的楚軍將士 全部下馬 該以徒步的方式轉向漢軍 並且 準備與其展開最後的廝殺 對向羽來說 他西楚霸王 只可能戰死 絕對不可能脫降 所以縱使漢軍前撲後期 以蜂擁而上 然而 只要沒有人有能力將他放倒 他就會一直奮戰到底 隨著時間的經過 向羽身上雖然被割出了十多處的傷口 然而漢軍 卻也付出了數百條降射性命 那向羽的結局 會如何呢 依據民間流傳的版本 劉邦一看 看到向羽拼命的樣子 他想 誒誒 要命誒 要這樣下去 我漢軍還得死多少人 這向羽好像是殺不死的 是 就算是一旁的韓信 看到這狀況他也沒折 以目前狀況來看 似乎他們的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向羽 近代向羽歷境倒下的那一刻 不過 真的是這樣嗎 這時候 陳平到劉邦的耳邊 小小聲的跟他說幾句話 接下來 劉邦要漢軍全部暫停一下 他告訴向羽說 兄弟 你身邊的士兵已經全部倒下 只剩下你一個了 當初你放我一馬 你要不這樣 我這次也放了一次 讓你回到江東 你可以重新再號召你江東子弟 再過來與我決一死戰好嗎 你見到漢軍停止攻擊的向羽 這時候他才發現 原來他身邊的弟兄們 早就已經全部都戰死了 接著 再聽到劉邦一句江東子弟 讓他當場情緒崩潰 最後 他八件之吻 結束了這年僅31歲 被拒絕英雄的一生 不過 以上是為民間版本 與史書版本 略有出路 史記上所記載的是 向羽最後因為看到自己的老朋友 也就是漢軍的將領呂馬童 他跟呂馬童說 我聽說劉忌懸賞我的人頭 誰能拿下 就賞千金封萬戶猴 既然你我相識一場 那這好處我就留給你吧 說完 他才八件之吻 那 這一切 就落幕了嗎 還沒 因為漢軍為了真功 結果 在搶奪向羽的勢力中 彼此互相攻殺 又死了幾十個人 最後 由王毅 呂馬童 楊喜 呂勝 以及楊武等五人 取得向羽各一部分的屍體 而劉邦衛表示公平 依據他的承諾 他將這五人全部封侯 至此 楚漢相爭 到此正式落幕 留下的 只有向羽霸王別姬 以及他烏江之吻的悲劇故事 那 該下的褚軍呢 依據史書記載 冠英於東城斬首八萬 換句話說 褚軍 應該是幾乎全部被漢軍給殲滅了 這 就是戰爭最殘忍 最血腥的一幕 雖然勝負已定 但殺戮 卻從沒有終止 附帶一提的是 一句明君故事所記載 項羽的烏椎馬 因為忠於項羽 所以在項羽死掉之後 他也不吃不喝 最後 他也餓死了 就這樣 這長達五年多的楚漢相爭 最終 劉邦以一屆平民奪得天下 成為了史上第一位的平民皇帝 而他迎之而來的 將是華夏文化中 一個璀璨灌輝的朝代 那就是 漢朝 除了後世的華夏子民 多以漢人之稱外 漢朝 還有著什麼樣精彩的故事 在等待著我們呢 歷史的巨輪 即將再次向前滾動 為下個時代 翻開嶄新一頁的篇章 這個故事 會如何的發展呢 我們要到下次 才能跟各位說囉 好啦 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 若喜歡我的故事 要麻煩您記得動動你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點贊 訂閱追蹤以及分享哦 當然 也歡迎您留言分享 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 你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 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頂層階級的思考邏輯 以及做法方式 我們就有機會 改變自己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